對世界各地來的路客 早上四點出了 就看來坐很散散的火車重山 就是為了要看阿里山的一齣 我本來覺得很痛 但又看了一齣齣 就覺得很驚訝 所以覺得心情也很好 很驚訝 很驚訝 你能看到白色 在天上 我認為是最好的時候 我們也要誘一遍 阿里山淋氣 萬代安少年就要通車 結果還到今年 通車的時間 才幾六百 要創造這個價值 你以為價格 就有這個機會 那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說阿里山鐵路 一定沒有來坐阿里山鐵路 你覺得好像什麼事情沒有做到 政府積極在全團觀光 不過阿里山鐵路一直都在瞭解 面前讓世界遺産的尖歷點 阿里山火車可以正常營運下去 火車一直在出入阿里山二萬倍車頭 因為暗算出過就在通車 這條191年通車的鐵機路 對文桑木齋到191半年開放民眾起座 經營鐵路敲溫 那時候火車還是高通乾均 車頭見隔是在地上路的地方 以前的酒館都要收回 這就是接酒館 這下面的酒館面前是張 這裡還有木材 那也是我們爭的 我們如果要張會就向他申請 他就不會拖一台車刀來給我們張會 現在八十五歲玉頭阿嬤 五歲就對村來人 搬到阿里山的十字村 他們在開設的文書行 躲在鐵機路邊 平常時除了協助辦文木材 山長頂頂 還會到上阿里山基民 出門的花花油 酒 這種民生用品 我們常常可能十八十個會有 我們整理的人都會來等車 還會來賣菜賣喜 有的就是來等會做挑副的 特邦來結的老師 或是派出所的經緣去家裡 回來 他會帶很多東西 回來會請人家 十字路車頭 沒有其實一直在來結 特邦這裡的保禄高度 受接的地方 也是當時保禄對外的文書中心 現在我們在走的這個水泥路 就是以前的步道 所以你看我們這些路 它並沒有像一般的大路這麼寬 它都是設計在兩米半的路線這樣 在發財的車 咳咳咳咳 慢慢的中山 傳統說 洗漢想脫液就是棒咳 那個時候 要讀書是為了不要工作 不要一直喊 暑假都是在歌順 剛好歌順的時間就是 暑假的七八九 要下到部落裡面 曬缸 曬缸以後還要 還要背一道十字路去 那當時要對來結 走到十二樓車頭 就要先撩過阿里山客 和南火客一樓往上走 來火一座就要走四、五點鐘 不過就算更加疼也就要走 因為火車頭 除了可以去買東西 火車也是救命的交通難過 生病的話要帶到家裡 不然就沒有合作 我們就從我們部落去用走路 要大概七、八個小時 中病的人都已經在路上去斷氣了 來不及了 火車就在上面了 十字路就在上面這邊而已 差不多再走個七、八百公尺 自己到阿里山站的阿里山耍火車 所以一九八十年 阿里山公路開通了 坐火車的人就剛來路走 高度也漸漸爬風 火車九十年就只剩沒有幾個油客了 不過跟阿里山火車相關的基地 對在地基民 也跟阿里山臨體的原工來說 就好清楚有漸才發生的事情一樣 這都是阿里山的 你看看還有這個台灣總督府 這個可能沒有人流 這有車這張票是七、六、五年 這種車票是在家裡 凌晨十二點開車 它直接車子開到住山 昨天這些客人到明月縣 中午在阿里山民館用餐 用完餐就延初再回家裡 每一間收縱片的故事 聽紅香蕉漸漸漸漸漸漸漸 因為他在臨體做工作 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而且家裡三台都是在阿里山鐵路 吃頭路的 所以這條山蕉鐵路 這百年之間的變化 他都看在眼裡 五十幾年的時候 他不是變光光電話 因為第一個他買火車 還有人事還有退休 這些費用都可能都會算下去 所以說他一年還是要賄一一多 一九十五年之後 國民政府聲浪念聽接觸管理 念中的主管消息 鐵路也對雲三木材 專行做觀光 不過一九八十年阿里山公路通車之後 坐車的路口是大大減少 最後只剩一天一台車房 日空空八年有推動BOT民營化 日空一三年代替各大體營來經營 不過人事採取維修的費用 而且經營的策略不明確 而你三點鐵是一直在了解 車子的那個偏好 六零零二現在的掃搜 那就是六十年做的 六十年代的東西 可不可以再用 已經超過年線了 你又在那裡走 車兩設備可以用到繼續用 不用供來經營的鐵路 等到天災是更差的為期 一九九九年 九二一大年 讓阿里山鐵路都回去 在日空空九年 有個剛才木垃圾峰台 倒臨跟黑線納崩起 鐵路也再回去 在日空一一年 新木垃圾峰 結構車廂做成七個人死亡 新木垃圾峰就停塞一檔 經過太好 原地日空英五年 準備要通車的鐵路 所以因為同一檔 夠過渡官方胎 那個線納四十幾合本 空崩起 阿里山山鐵路 中处等著兩節 三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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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峰的位置 釘子釘下去 把鐵路跟鐵路 接著火 吃到隔壁峰 隔壁峰的旗梨 這邊鐵路也在隔壁峰 另外這邊工廠 已經在用鐵路跟隔壁 空的旗梨 準備後一個動作 現在開始要用鐵路 把這條線路 它的線形要把它揉出來 好 好 這項鐵班師聽到指示 做火出力來把鐵路 隔壁峰隔壁峰 這又慢慢的調整到定位 他們對日空13年 開始 連隔壁峰隔壁 要喝手隔壁峰的旗溫 在隔壁峰 它在隔壁峰隔壁峰 一個隔壁峰隔壁峰 有三個班 一個班7個人 所以都種21個人 破綻沒有了 破天氣 一天破超到30幾米 總算在五月 完成最後一段 不過四十二峰坊口 跟一般坊口的紅棚頭 不一樣的是 上頭有太陽花 跟造作的頭花 隔壁花花花花 也有看國族文化的雕塑 雕塑其實有兩個主要的 一個意象 一個是山豬牙 那另外一個是 一個石頭的部分 這邊是一個臉 這邊一個臉 其實就是那張石頭櫥 藝峰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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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希望透過這些雕塑 來表達他心裡的感動 其實事實上 他不覺得他的兒子是已經消失 他覺得他有獲得更多更多的族人的愛 甚至是這個土地的祝福 對四十二峰坊的美化設計 到最近一波接一波的山團 可以看出正好為到館公所做的打拼 臉梯推出用古車相反身 聽現新興奮的富賢富 而且還跟努行隔壁峽合作 這是希望可以託電新的客觀 疫情前大概是六十四萬人 上回升到大概有一百二十萬人 大概就是以東南亞地區 大概是外國旅客 大概他們佔了有七層 歐美的旅客大概是兩層 那一層的部分是日籍的遊客 雖然路客回來 不過對英文收集表來看 臨體處的收集有關是紅子 日空這幾年甚至兩億七百多萬 而且立法院占對日空一四年 農委特別收入基金的蘋果報告 有說在深淵油漏和淵入鐵路 日空一日年度的經營管理價位 確保固定租賞的執行率不夠五聲 日空二三年 美衛隊進行的執行進行也不太好 應該變得以前在車加強執行關控 轉身通車後 喝鐵的英文會有改變的 平常日是三組車在跑之外 那在假日的話就會有到六組車 車票的價值暫時不改變 還會增加車房 也有限定主題有輪列車 不過這樣應收感敗的賠勒 量是一回事 但是其實單價可以有可能提高 但是要創造這個價值 你有那個價值 就有這個機會 我們說法電公公其實要有文化的底蘊 那過去阿里山鐵路這條鐵路 基本上在發展的時候 從伐木一直到現在要做觀光的轉型 要告訴我們的是說 它有這條過去產業文化發展的賣路 那有人小時候就可能 有知道這種故事 親身體會的時候 他就覺得這樣子感受 他覺得他願意再去回味 那你身為一個台灣人 說阿里山鐵路 你一定沒有來做一個阿里山鐵路 你覺得好像什麼事情沒做到 而且我下次 我希望我帶我的親朋好友一起去 阿里山心臨鐵路 是世界出名的第三鐵路 不過也是阿里山跟台灣人 心外記者的一部分 經過十五年 這麼不簡單 這麼丟到阿里山火車轉三桶車 要怎麼讓百年的第三火車 可以繼續來應援 經營策略跟管理的效率 可能就要對時代來改變 才能讓阿里山心臨鐵路 有真正正做世界為散的一天